大家好欢迎回来就是回到我们星期二的这个直播画面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开始我们的这个RTS决赛 就是说阅赛我们决赛项目的比赛 刚刚呢我们的Live4D是战胜了Earth Time 那么现在呢就是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另一边出现的选手 就是F91然后和我们Live4D之间的比赛 第一场比赛地图呢是安提加新港 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游戏 好安提加新港这张地图我还是知道的 因为在最早的时候星期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BiteNet上就我们的战网上就有这样一张地图 而且当时我也打过打过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私人的地图 然后双方呢是出生在一个说近不近 说远不远的地方 不过盖地这一次终于在前两次比赛不一样 换了换了在地图的右边 然后同时呢我们的F91出入在地图的左边 谈到这里呢这个星期二的这个知识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我对91这名选手的了解却是我的强项 像91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当时比较知名的星期中霸一选手 那大概是在2002年和01年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 因为当时我在河南省内打星期中霸 然后当时我就也经常会去寻找国内的一些其他的高手在打 但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出过就是说河南省 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F91是杭州的某比赛叫山峰杯比赛的连续好几级的冠军 那个比赛奖金在当时还是蛮给力的 每次的州赛应该一周打一次吧 每次的州赛就像我们现在RTS一样 那时候的每次的州赛是有500块钱还是300块钱 要知道在2001年时候那时候一个月一周有300块钱的话 那是很给力很给力一个比赛了 说那时候我很羡慕F91这种在杭州的选手 无数次的我都想自己去杭州打一打这些比赛 但是后来在网上我跟F91他们打过几次之后 我就发现算还打消这个念头了 因为他们确实还是比较强的 我过去之后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战胜他们 尤其像91当时在国内 在星期一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实力大于名气的选手 虽然现在我们91现在也依然是一位 就是这样的实力大于名气的选手 但是不是吐槽91 这个是真的 就是我们91可能为人比较低调吧 所以说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的实力真的是还是蛮强的 而且尤其是从2001年的那个前星期一时代打到现在 想想打了这么久的一名选手 就是说真的是很不容易 一名老资格的选手连这个前两年都结婚了 现在估计这个小杯杯都有了 然后还在依然坚持奋斗在我们电影经济这个战线的第一线 这个真轻是不容易啊 然后我们盖地这边我们看一下游戏里面 盖地还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每次都要造一个水晶塔来阻扰一下对手开矿 然后我们看一下91和开局是一样的 但是我也想期待一下91和RefTime在应对盖地这招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最近他也被打罢了 怎么情况就可以建造下来 然后盖地这边要卡下人口了 第一光子炮台已经马上建造完毕 这边应该还需要一个单位来 还需要一个建筑吧 来封锁入口 盖地是在等狗上来那一刻再封锁吗 真的是 当看到小狗上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说注意力集中在这边 然后开始再造上一个传送门一个兵营 盖地现在是只有20个农民 91这边就比较杂了 4个幼虫16个公封6个小狗 王虫 然后一个虫后 双方都还没有采集这个瓦斯呀 盖地一次性造了两个瓦斯 看来是开始准备安稳的发展经济了 一个 这个小操作有点 有点精妙 但是我们的F92的 这个反应也是很快的 盖地刚刚把盖地刚刚是把这个兵营取消掉 然后是造成了一个BY 因为毕竟盖地认为现在不需要兵营 那么我只需要一个这个控制和控制心盒 就是BY 哦 然后这星期一里面是BY 星期二里面应该也是BY吧 就这个快 因为我念的都是快捷键 因为我打星期一打了很久 所以快捷键记得很清楚 然后再升级这个攻击力了 然后刚刚同时那狗骑的塔有机会进来 但是盖地在这个农民和这个中间 然后农民先卡下位 在农民快死之前造了一个水晶塔 然后发现对手狗已经下去的时候 那么就水晶塔取消点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部队能够有一个缝隙可以出去 但这个缝隙能够让追猎者出去吗 我觉得应该有点难吧 这边一条狂热者和一条狗是 隔了一个高台相望 但是狂热者看不到狗 狗却可以看到狂热者 视野问题 让我们看一下 F91这边呢 就是一个权力发展经济的情况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情况 他知道盖地在发展经济 那么F91也是个权力发展经济 而且这边发展真的是令人发指呀 为什么说令人发指 这是一个 不好意思就是来夸奸我们的91 然后就是说 没有造一个作战单位 就只有初期的几条狗 把那个房子打爆之后 就再也没有造任何一条狗 然后不管就是说盖地这边是几个这个 看到了几个ZLOT 或者说几个这个猎猎者 他就认定了就是说达斯蒂这边 也是个发展经济的情况 那么他就要靠经济 然后和科技 优势 然后来慢慢的做 然后现在我们的达斯蒂 不是我们的这个F91是 宁可造成两个这个炮台 也都不愿意出这任何一个作战单位 这种典型的发展经济的打法 打法 然后盖地这边呢 呃 盖地这边这次变换了打法 打 不打 不打91的话 没有选择这个闪烁追裂了 而是选择了一个VR的开局 然后我们的91这边是 有点虚了 91 造了几条狗 不过这几条狗也是有用的 嗯 包抄包抄这些 嗯 哇 我们的 91的小操作还是很细腻的 刚刚的这条狗是被拉了下 因为我们的狂尔者好像生完了一攻 那么是两刀 凭两刀砍死一条狗 但依然狂尔者在死之前还是砍掉了两条狗 然后我们盖地这个科技攀升的还是蛮快的呀 这个巨像都已经在生产之中了 嗯 然后一个 一个侦测器就我们小叮当 然后来 来就要家里面看一下 这单单人解说还是让我蛮不适应的 本来我觉得解说很少 基本上就自己没事要录摩托三视频 性价的视频是从来没有录过也没有解说过 只是以前一年前大概打过 应该打过上千盘的性价吧 差不多 我觉得三个种子加起来应该有 几百盘将近上千盘 除了对性价有些了解 因为职业商用嘛 无论打什么都是要打很多的 这样才会加深自己对游戏的理解 上千盘只是 很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基本功的一个开始吧 真正想成为某个项目的职业选手 一定要经过上万盘两层轮回合的总监的 比较优秀的职业选手 而且不是每个上万盘的人都能打出来的 我们的 拉欧斯蒂这边的巨像 射程正在升级 然后巨像是一攻一防 然后不停的在家里面刷单位 然后是阻止 不断的阻止 这边侦查 但这个狗这次要侦查到了 巨像刻意的往后面拉了一下 不知道视野里面是否看到 然后这个 其实刚刚他侦查到的 基本上是拉欧斯蒂的所有的部队和作战单位了 然后我们的912这边是明显是一个小狗为主的单位啊 就有多少条狗 56条狗了 蛮多了 然后 看一下912家里面 是狗家感染者 是直接就生产了 感染者 没有出飞龙 但是蟑螂的这个单位正在 哦 这波是转了蟑螂 瞬间腐化出来了 十几只蟑螂 狗在前面 然后蟑螂在后面 但这波怎么双方绕了过去 哦 我刚刚速过一下 应该是912家刻意绕了一下 然后一群狗绕了过来 但是发现进不去 那么现在反而被拉欧斯蒂打了一个先机 就是这部狗还在 这部狗是有包抄的机会的 然后这部狗是及时的包抄了回来 那么这一波是很关键的 这狗要起到很大的作用了吗 我们看一下 双方这边 人狗双方人狗下降得很快 这部狗果然是起到了一个奇迹的作用呀 我们 我们912的这些小操作还是很好的呀 这个历史 先是拿狗 去这个拉欧斯蒂的家里面 然后试图一下进 试图进去一下 就发现狗进去的情况下 那么就第一时间利用狗最快的移动速度 然后赶回来 形成一个包围的形式 蟑螂在前面 然后狗在后面 现在这一波拉欧斯蒂的明显有了很大的劣势 拉欧斯蒂这一波是部队 基本上被玩吃 全吃 现在好消息是我们的912现在三框刚开始运作 如果刚刚三框已经运作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我觉得拉欧斯蒂这盘是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坏消息呢 则是其实机会也不是很大了 因为拉欧斯蒂这个人口已经下降的很厉害了 70 140 现在是一半的人口的差距了 但拉欧斯蒂刚刚有个细节也做得很好 就是在部队出发之前 呃 然后用了一个房子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路口堵住 让让那个912的狗全部都进不去 说这个细节做得很好 但是他可惜还是没有侦查到 没有侦查好对手的单位 然后我们的912呢也是不断的拿这些狗来侦查 侦查最后的一举一动 然后我们的912 912果然很凶啊 我们看912就说 就像我刚刚说的 在自己的部队有优势的时候就不再补充部队 只要你的部队不出来 那么我就不补充部队 在你部队出来的时候我再补充 像现在我们912这个飞龙都已经在造了 然后真是一波接一波呀 这个攻势 然后刚刚是补充一波农民 现在913矿的经济很好呀 80个农民 阿拉斯尼这边呢只有50个农民 我们912在这一波加一波的攻势上打的还是很凶的 好 这边一个侦查蝗虫 这波912的部队有点多呀 200人口了 然后这边又是被这个感染者给寄生了一下 然后这波追猎不够了打飞龙不给力了呀 那么现在虽然空有巨像 但是没有作战单位了 那么没有东西的掩护巨像 我们的拉罗斯尼打飞机器 恭喜F91取得了第一盘的胜利